好,这里是东南药福啊 昨天晚上东南药福发布了一则公告说 这里的一个活动叫极限运动苍穹审判者 也就是那信封函45分钟还是15分钟的活动 它是因为在游戏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掉线的客户端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持续两周了还没有修复好 所以他们决定提前关闭这个活动 它这个活动原定是从16号一直是到13号的 就下个月13号 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设好 所以它提前关闭 提前关闭的话那就发了一则公告说要补偿 补偿就是首先你有完成巨燃的开始活动 你会有椅子的效果 好,那个锤子 然后如果你接了任务 你还会获得500个巨燃币 如果你的苍穹审判者的点数 你是有点数的前提下 那么你是可以获得额外的巨燃币 然后对于此次受影响的玩家 只要你参加过这里的活动 就是你领了开始的活动 那所有玩家就获得经验之核心宝石 呃成长密钥交换券 还有一个贝贝绿色箱子 贝贝绿色箱子是一个倾向成长密钥 四个荣誉勋章 五个双臂经验之券 我打算给我的那个斗燃号 然后打算在这个号领这个 然后再加上这个 呃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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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6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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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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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子 把机器人给算进去 这次的补偿先看到这里